10月21日平安北京朝阳发文公社李云迪因嫖娼被行政拘留的消息 侠客导也发文评价李云迪嫖娼被抓 情剑谈错了可以重来人生道路上可得认准黑白 该事件瞬间引起外门的热烈讨论 此前在最新一期的披星斩棘的哥哥中 李云迪出了表演外别的镜头都被剪了 和哥哥们一起露脸的地方也惨遭打码 当时引起外门的各种猜测 然而不久猫果TV在光速的该节目更换了资源 最后李云迪的镜头显示正常 如今李云迪被通报因嫖娼被行政拘留 看来一切是早有欲找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只要是早有欲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